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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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相比2019年财政年为270万令吉 是有着非常显著的进步的 该公司执行董事拿都市里程国锋也表示 根据他们的计划 他们非常有信心在2021财政年再创历史新高 同时也是该集团财沙云运人的程国锋也补充到 我们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发展情况 而不断增长的机遇不断审查我们的业绩战 考虑到该集团当前的地位可能会出现挑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 Akerson Berhad在2020年决定多元化发展采矿作业的原因 此举将减少集团对现有核心业务的依赖 并扩大其经常性收入的基础 对于这些强大的合约订单 让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该管理层表示非常欣慰 并且相信进行中的业务探索和发展会获得良好的回报率 在疫情爆发后 Akerson应该更加努力地传递价值给所有股东 尽管在目前市场局势导致房地产开发处于疲软的状态 但这并不妨碍Akerson Berhad寻找其他业务的机会 像是矿产资源贸易活动等等 显然他们的海外客户仍然需求像沙子这样的矿物资源 这也间接促使Akerson Berhad能够在地理上扩展 增加出口销售 最终能推动整体业绩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